画面中发生争执的两个男人 矛盾的焦点是因为一个女人 这个男人叫田磊 43岁 和41岁的妻子钱佳文 已经结婚20多年 他的妻子钱佳文在周围人眼中 也算是一个美女 这是一对在亲戚朋友口中 相敬如宾的模范夫妻 夫妻婚后20多年出门买菜 都是手牵着手 但是最近半年 田磊的妻子却和他闹泄了离婚 追问之下 妻子又说不出离婚的理由 只是以绝食等举动相威胁 这一切令人不解的行为背后 直到田磊发现了 妻子钱佳文的手机通讯信息 他洗澡去了 我不晓得到手机号码 那个面网不知道 我小女孩知道 就发了个信息 发什么信息拿给我看一下 就是你好啊 怎么的 在吧 他马上就回那个暧昧的信息 笑什么 笑自己傻 感觉这画里有画呀 画里有画啦 这不是正常的啦 你像连发信息的 我说老弟少 你肯定发输了吧 看着手机上 妻子和别的男人充满暧昧的聊天记录 此时的田磊才恍然大悟 虽然此前就有所怀疑 但到此刻才算坐实了猜测 以历史的名义 让我为您讲述陈世间每一个冷暖人生 田磊和妻子钱佳文结婚二十多年 育有两个女儿 2019年 妻子钱佳文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叫万超的水果店老板 两人很快发展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此后没多久 钱佳文向田磊提出 要和别人合伙开水果店做生意 出于对妻子的支持 田磊不但拿了钱给予支持 还在闲暇时间帮忙送货 对于水果店的合伙人万超 田磊并没有十分在意 但慢慢的 田磊发现平常不爱打扮的妻子 不但开始喷香水 涂口红 而且开始频繁购买新衣服 甚至一个礼拜每天穿的衣服都不重样 烤香水 以前不想知道 以前那个酒店做事的话 很朴实的那种 很大学的那种 所以这一年就变了 田磊是花的 一定是第几个 只要洗衣服 无语有云 女为悦己者容 这个时候男人只要不是缺心眼 估计都能猜出 可能发生了什么 田磊也曾经追问过妻子 但妻子却没有过多解释 直到2020年4月份 田磊看到了妻子的手机 那个和妻子合伙开店的万超 与妻子之间的暧昧短信 让田磊怒火中烧 拒绝让妻子再去水果店上班 对于田磊的决定 妻子钱家文 则表现出了激烈的反抗 万般无奈之下田磊做出了妥协 提出如果继续做生意就自己开店 不准再和万超合伙 但看似合情合理的要求 却又一次遭到妻子的疯狂反对 钱家文提出要么离婚 否则他必须和万超继续合伙做生意 双方互不相让 矛盾无法调和 最终在妻子用跳楼威胁离婚的情况下 田磊无奈同意了这个要求 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后 钱家文收拾自己的东西 从家里搬了出去 据他们的女儿讲 钱家文搬出去后 不但开始给万超洗衣做饭 甚至照顾起了万超的生活住行 在外人看来 俨然成了异家人 为了挽回自己的婚姻 田磊找到了妻子的合伙人万超 讨要说法 也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而这个骑着三轮车的男人 就是万超 平时的水果店由钱家文看管 万超负责走街串巷摆摊 见面后的俩人争执不下 田磊怪万超破坏自己的家庭 万超则说 是钱家文自己愿意 为此 在马路上又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对于田磊追问的 万超是否和自己妻子 已经在一起的问题 万超则拾口否认 并坚持说 两人只是合伙人 一起帮忙 一起做生意 并且说 自己比钱家文小了六岁 平时只是把钱家文当姐姐看待 但对于为何给钱家文 发那些暧昧的短信 又哑口无言 最后辩解到说 只是好朋友 开个玩笑 对于万超的解释 各位观众自行理解 其实这个时候也不难发现 田磊长着一张 与自己性格不相符的脸 因为看起来凶神恶煞的田磊 他除了争论外 表现得还不如一个老娘们来的直接 此时的万超也俨然像一个胜利者 他对田磊说 你有本事 自己把钱家文叫回去 你有车有房他不跟你 你应该想想自己的原因 而对于为何二十年的婚姻会在一朝之间翻天覆地 田磊依旧想不明白 他找到了水果店 找到了妻子钱家文当面沟通 而这个身材高挑的女人 就是田磊的前妻 钱家文 两人一见面 钱家文就破口大骂田磊 说已经离过婚 还是被田磊纠缠不断 面对离婚的原因 钱家文说和万超没有关系 是自己二十多年过够了 他从十九岁跟了田磊 彼此都是对方的初恋 之所以在四十岁选择离婚 是因为田磊经济能力一般 不求上进 无法养家糊口 是因为当初孩子年纪小 才坚持到了现在 对于妻子的言论 田磊却有不同的话说 他说妻子最近几年迷上了网络 手机里存的全都是被注为各种哥的男人名字 将近有十年时间 妻子都不准自己动他手机 为什么田磊口中 对于夫妻恩爱有加的形容 现在却截然相反 这其中田磊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才会让妻子钱家文 有这么强的深仇大恨 原来在他们两口这段二十年的婚姻中 为了要个男孩 田家文前前后后 银产加流产 一共十三次之多 他说自己这些些 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关心 他就像一个生育机器 像一个为了给田家传宗接代 而被圈养起来的宠物 这也是他这么多年隐忍在心里的一个伤疤 或许是被妻子的话揭开了往事 田磊再三强调 这么多年妻子的内衣内裤都是他洗的 家里的家务都是自己做的 以此来寻找他爱过妻子的证据 但无可否认的是 这十三次的流产经历 就像是一根刺一样 一直扎在田家文心里 一扎就是二十多年 这种经历之下 加上现在网络的发达 很容易就会有愿意嘘寒问暖的男人 来撬开他的心门 早在田家文搬离家的日子里 田磊除了一遍遍翻看和妻子 之前在一起的照片 就是发动身边尽可能的亲朋好友 给田家文做工作 希望妻子能够回心转意 其实不能看得出来 田磊内心深处对妻子的那份爱 对于这样的行为 田磊的父母也是劝了儿媳妇很久 但一切又都无可挽回 更加让田家人不解的是 当初被迫离婚的时候 田家文告诉田磊 他只是离婚不离家 因为从民政局办完手续出来 他还主动跨着田磊的手有说有笑 在这位邻居以及田磊父母的口中 也证实除了流场外 田磊甚至连平时 田家文的手指甲脚指甲 都是田磊负责修剪 也几乎没有听到过两人有过争吵 而且二十年来 因为和公婆分开居住 婆婆甚至一年 也见不了田家文几次 婆媳矛盾也就更无从谈起 而且每一次从乡下来到小两口的家 也都是尽可能把村里的土特产带来给他们 田磊的母亲说 家中的五个柜子 满满荡荡装的都是田家文的衣服 虽然自己心里有点意见 但从来没有说过一次 他们还是希望 田家文能够回归家庭 但是田家文却彻底断了回归家庭的这个念想 他依旧是诉说着自己流产了十几次的不容易 当记者询问他 田磊还有别的什么不良行为没有的时候 田家文也没有回答出来 最后田家文则只是表示 对于孩子他会做到该父的责任 复婚是永远不可能的了 俗话说 清官难断家务事 婚姻生活本就复杂多变 未经他人事 莫劝他人善 流产十多次确实怪田磊 但是你自己是不是也有责任 在离婚率高达40%的今天 这事在这里不做评论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在他们夫妻这次离婚的过程中 万超以一个知音暖男的身份出现 用他那些土味情话 抚慰着饱受网络上心灵鸡汤毒害的钱家文 让他感觉终于找到了懂他的人 万超在其中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嘴上喊着姐姐 半夜发着短信说我想你 你说这是开玩笑 问你吗 爱嫂子 田磊同志 你真是对不起你长得那张霸气侧陋的脸 钱家文不评论了 确实不敢评论 万超都是男人 我劝你善良 他们俩一起合唱的 在家里面唱的 默默的等 等你在红尘中